新闻面团面 我是谢仲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主要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黄杰 大家好 台北市员苗伯雅 大家好 时日评论周晓老师 大家好 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黄杰 大家好 大家平安 知识美人邱明玉 吴哥好大家好 知识美人黄杰明 大家晚安 好 台湾在还没有大罢免时代来引起 因为到明年二月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罢免的话 那到了明年二月 在对立法委员这一战是不是真的会开始 那对于基隆来讲 过程当中基隆这一战 会是整个风潮往下延续的一个中介战吗 那蓝绿两大阵营都非常在乎有这一战 可是除了如果大罢免来不来不知道 但是台湾真的已经开始正式进入 大罢免时代吗 对于这种赖清德来讲的话 当然最近看到在一些民调上面 尤其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支持度这么高的情形之下 是因为青鳥的关系吗 是因为罢免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什么样一些原因 你没有办法完全探究出来 但对台湾来讲 因为最近出现几个案子 从包括前海之会董长 郑文灿然后收押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两天 你看到新竹县长杨文科被起诉 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案子 包括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三 7月24号之后 高宏案子宣判 所有这些对台湾来讲的话 有人说各地的检调开绿灯吗 这个词说出来 本身就让人有一些的问号 什么叫开绿灯的说法 好 可是对所有在台湾来 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整个政治亲民 所以树摊真的是在未来 非常重要的一环吗 不过针对包括新竹县长杨文科 被起诉这一块 那包括未来高宏案这一段 你可以看到 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委员 包括民主党主席科学者 都说了一些话 说什么呢先让你听一下 来 完全不同的案子 我再一次强调 杨文科现长没有送贿 我相信在法院一定会还 杨县长新牌 家晓宇 真的要进入所谓的大树摊时代吗 最近看到这个 由向杨文科 好 我们说杨文科这个案子 你看到检方起诉用字遣词之重 OK 那整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代表说在未来 这就是整个潮流了吗 我先回应一下这个 武哥一开场的时候说什么 有开绿灯 这个我们也有贴到 媒体上有很多人都这样讲 尤其这个像前几天郑文燦完之后 就马上就又说是郑文燦的子弟弟 这个张照亮 那这个不是开双绿灯吗 就一路开下去 那如果再开下去的话 这个我觉得蓝板也不用太高兴 就刚刚讲 杨文科完之后高宏安 高宏安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就宣判 然后再来就是盐宽和 然后再一直到英姿庙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开绿灯 那这些政治人物 看起来会皮皮 可是你刚看到 我们先不讲说 有没有所谓的开绿灯的说法 是 可是你刚刚说的是 现在都已经成案的 对 是不是还有未来有很多不成案 还没有成案的 对 那个才是大家在看的重点 对我刚刚讲的 那个都已经起诉了 是啊 只有郑文燦 郑文燦跟那个张照亮 都还在侦办当中 对 那未来我就想说 我们最近政治记者 已经似乎变成社会记者 在跑司法了 那当然最近 就是昨天最震撼的 还是杨文科 杨文科这个已经是被起诉了 而且检方在起诉书里面 他这个是这个讲重话 哇实实业的这个起诉书 里面是讲重话 就说什么对待建商如上兵 对百姓安居生活的请求如草戒 不以为意 然后还请求法院从众量刑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不是我们讲 这个是这个起诉书里面讲的 到底杨文科 这个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必须讲 就是说你一个这个封易的案子 我们姑且不论说他的黑历史 我知道很多还会把这个封易的黑历史 会从921大地震啊 什么死了28个人 到换名字啊什么的 接下来一直到这个 今年5月27号的勤空会 也死了两名的这个益销 都非常的不幸 那好姑且不论他过去的黑历史 你光是这个风采520 你这个建案 一年两个月的时间 一年两个月的时间 你就发生了八次的这个坍塌 八次坍塌 他是五次的道路坍塌 包含一辆小货车 跟一个特斯拉掉下去 你包含五次道路坍塌之外 你另外还有三次 是他自己内部地下室的坍塌 其实我就问啊 你这个新竹县政府 我就觉得说你是睡着了吗 一个建案 短短的14个月 发生了八次坍塌 然后你都可以一直 让他停工再复工 停工再复工 那当然昨天 其实最有鬼的是说 在这个起诉书里面 他有直指说 他有列出来 就说杨文科跟这建商 至少有33次的一个联络 而且很多次很凑巧 就是他被勒令停工之后呢 杨文科就跟这个建商 不管是在 什么封义的喜来登 什么总统套房 或是在他的官邸 竞选官邸 就都有见面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那我简单讲述几个事情 就说他第一次被勒令 被勒令停工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被勒令停工 因为他前面已经坍塌三次了 坍塌三次 他才第一次勒令停工 那他勒令停工之后呢 然后这个检察官就有上门 就去找杨文科 然后不是 是讲说这个总经理 封义的总经理 这个叫邱重吉 就有去找杨文科 然后这个起诉书里面 就讲说呢 他给了他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说给他一个 建案的接待中心 给杨文科做竞选总部 第二个是给他政治现金87万 那当时呢 当时那个被收押的那个前公务处长江良渊 他一开始还不愿意 他还不愿意说让他恢复 他认为说你封义都没有提出报告来 你也没有说明你事故的原因 所以我不能让你复工 结果呢 那个起诉书里面讲说杨文科 就去施压了这个江良渊 那江良渊不得已 只要去找下属去做一个伪造文书 就说好了好了 我帮你们找到事故了 那个事故就是你地下水剩水了 你剩水都已经恢复了 所以才让他又复工 那好笑是说呢他第二次复工哦 才短短不到24小时 他又发生了坍塌 不到一天又发生坍塌 那这个很夸张 那这一次呢 然后他就开始又勒令他停工 然后后来呢 那个总经理又在找上门 就说哎呀我拜託你 不要找外部审查 你找外部审查 便有专家什么祭司都来啊 那这个不行啊 就没想到这个起诉书里面说 杨文科就答应他了 说好我不要找外部审查 你也不用提复工计划 你的那个祭司呢 也都不用鉴定啦 你只要去开一个施工说明会 告诉我们这个事故原因 然后就让他又复工了 就复工之后呢 才发生特斯拉掉下去 然后最诡诀是说他特斯拉掉下去 变成全国逐步的焦点的时候 杨文科竟敢还用随护的电话 再去指示 去指示给那个江梁渊说 你一定想办法 要让他过 跟他说还用随护的电话 去指示江梁渊说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过 然后后来又安排在最后 在那个新竹的喜来丹的一个总统套房 然后才有发生 就是有一些礼券的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还说 最后还说30天之内 杨文科说我好 就让你可以直接衔接下去 那我要讲最后 最后这个案子 因为到特斯拉掉下去 变成全国逐步焦点的时候 那个江梁渊就直接讲说 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倒不掉了 这个如果你要过的话 要杨文科自己亲自来背书 他就说你一定要第三方事故 要第三方鉴定 我才让你申请复工 他说我也扛不了 我也扛不了了 一定要县长来 然后最后杨文科才罢手 所以整件事情起诉书洋洋傻傻 就都把杨文科的这个 所以我最后要讲是说 什么叫做实质影响力 所以现在已经除了司法攻防之外 你会变成政治攻防吗 像我觉得刚刚这个波文 那个朱立伦 我就觉得说他有点过了 基本上你看像民进党 民进党这个像赖清德 他就会讲说 这个司法误网误众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朱立伦你一开始就讲说 哦我相信这个杨文科清白 他的重点是他没有收费 对他说他没有收费 那一切都是行政材料 他说是行政 他说杨文科是清白的 那这个就蛮奇怪 你讲到郑文燦 哦去被转破 我觉得郑文燦好像这个 就是一副好像就是 该死的那个地步 那但是你不要讲到杨文科 哦全部一律清白 我认为是不用这样的双标 那还有就是白银 白银的话 这个这个黄国昌也是啊 哦讲到白银讲到郑文燦 每一天都发文耶 露露等 每天都在骂郑文燦 啊杨文科他现在一个字都不讲 那最好笑的是那个柯文哲 柯文哲 講到杨文科就说 哦我相信公务员不会涉贪 只要高鸿安 哦我相信李柯女不会涉贪 不是啊这什么标准啊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都不要双标 我觉得讲到司法物网物纵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OK 来 李永改 这件事情 朱毅仁主席刚才的说法 但小玉的意思是说 似乎就连主席 也不应该背书成这个样子 可是朱毅仁我听到 他的重点当然讲说 有没有收费 对 意思是要对比 所以有没有拿到一笔钱啊 什么什么这些 可是小玉刚刚讲的是 过程当中这些 他觉得匪夷所思 摊了这么多次 竟然还会有这些 那这些的话 对包括蓝银来讲的话 有怎么看 監察官不是孝 監察官要起诉一个人 他没有最终的政府 我起诉去到最后 是去法官生命 法官是在开庭的时候 把監察官生命 你是在黑白下 所以一定有调查 那偏年对这个 起诉书来说 就是电话都有感染 包括电文残也同样 所以每个人公務 我告诉你 我可以保证我的签并 我不能保证他的签并 每个人的签并 我要怎么去保证 但是电文残也好 用文科也好 去法院打招 去请律师去打招 我现在在看 用文科是五十万交报 五十万交报 就来起诉 有政策 就像地監察官生命 起诉 起诉 对 我知道 第文残 第文残 五百万交报 法官也跟你说 就有政策 他有收钱 起诉 五百万交报 因为文科五十万 你也起诉了 他真的有收钱 还有行人 够还够些 够些够一堵 那是什么 台减速控告 有人概念 五百万交报 管中五十万 行政医分别中五百 差不多了 控告现在来发挥 千里交报 五百變千里 有人說沒有 可以寬恒跟一個親戚 國土人也跳了又行業 就一千萬了 千里萬九百 也是跟你說 咖啡就有犯罪修適 感聽業務都有 他們有說什麼說什麼 你就可以起訴了 再控告 沒有啊不行 這是什麼標準 再控告 沒有啊不行 這是什麼標準 我看這樣是這樣 他們兩個都要自己去 奮鬥他們的牽扁 但是為什麼 如果電話文殘你們辦到那裡 你如果要這樣說 楊文科你們辦到那裡 我說要起訴一個 管市長不是那麼簡單 我當時在去台南市長的時候 是要起訴求行十二年 那也都是全國的新聞啊 一寫到二寫是怎麼打不住 到二寫沒那麼好聲音呢 跟你說一句話而已 到二寫說沒差到錢了 沒差到錢了 好啊所以你們就去 去歡迎他打招 我現在就說白白都在新特 投行 白白都在檢察官是怎麼換一個新的政府起來 為什麼對電話文殘有這種敵俗的台語 我以往是這樣 無分拿到你 就是說 冠上高級一個就不能放到什麼 你們所高級的所借的 都是我們人民的費冠錢 如果要放到什麼 也不能說你去接種 就在那裡就辦公司 你們自己的就閃不過 這也不行 所以我跟青天說 我太了解你的生 你今天辦電文殘 你要想好 一樓要辦 你說你是台南市的老市長 你感覺很痛心 人家說台南民進黨 現在都黑金 這是你自己說的 你在台南聽的情報比我多 你都沒辦 你還沒辦 我還要把你放放一下 如果你對電文殘 這樣 你成功比所有 用這裡做過館市長 才會關完就對了 有幾個比電文殘更清晰 你自己想看看 晚上在睡覺 有人想想一下 開禮燈 辦看看 我是希望都在辦 無分拿 你爹 我跟你講 有人說開禮燈 有個這就是 過去真的有人 七年了 這個案件有遷就 刷了 這是拍空之後 人家把你統治 怕樹枝那麼流出 他更容易提醒他 還剩下這種借口 我跟你講 大家都看他看那麼久 都知道這在辦什麼樣 OK 王姐有沒有聽到 剛才劉介先生在講那個過程 自理行間 雖然他最後有講說 對 他也希望大家不要認為說 這是鬥爭的工具啊 或什麼 可是他前面直接講說 那在建設總統 你是不是要辦鄭文燦 類似這些 你覺得是他要辦鄭文燦嗎 而且過程當中 包括了柯文哲 有沒有注意到他最近講 剛才在鏡頭裡面說 有人在傳傳傳說 辦完鄭文燦 接下來是不是要辦柯文哲 他就覺得 司法原來是可以 被政治操控的 或是他講說 鄭文燦的案子加七年 表示過去七年 司法都不獨立 是這個樣子 所有這些意思就是 感覺上司法 就是為了政治服務 會這樣嗎 我是覺得我們 鄭文燦 不要這樣不當的影射 我覺得對司法是非常的不尊重 因為最近當然有一個笑話 也不是笑話 就是大家說 是不是名字裡面有一個文的 都會被辦 當然不是這樣子 就是有點江湖的傳說 大家已經就是導向說 非常不公正的一種引導 我覺得還是要相信司法的獨立 我覺得先回來講一下 這個楊文科的案子 因為其實現在朱立倫幫他護航都說 說因為他沒有收賄 沒有實質的證據說 他有拿到這個匯款 但是我覺得其實從這個 目前的案情來看 因為他處長確實有被 那個藏寶圖有翻出 一千四百萬的現金 那當然如果我們 照這樣合理的推論 你處長已經收到一千四百萬的匯款了 那你縣長會沒事嗎 再者他其實裡面有提到 非常明確的就是 縣長打電話給處長說 一定要想辦法讓他過 那縣長到底背後是有什麼壓力 是有什麼樣的指示 為什麼是縣長壓著處長去讓他過 然後同時這個處長 也收到了一千四百萬的匯款 其實從這兩件事情 可以就合理的推斷說 楊文科一定是也收到了什麼指示 而且他跟這個建商一定是關係匪淺 所以這件事情到現在 其實我認為只是冰山一角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再來因為現在楊文科 也因為他手上還是 確實有六十九萬的現金 以及一些什麼金幣金釋 這些他現在也另外另案 處理這個財產不明的事情 對還有這個禮卷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現在加起來看起來 是楊文科跟這個建商 到底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他沒有講清楚 因為他昨天第一時間出來 他只有強調說我沒有收賄 然後他覺得很遺憾 再來回到這個公安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大家 就很簡單去看就好 就是到底為什麼一個建案 旁邊的道路可以八次天坑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敢相信 就是所有的人民 你有辦法想像說 我們現在做一個建案旁邊 光是一次天坑 不得了了啦 不得了 你怎麼會讓他可以八次 而且到底怎麼復工的啊 我覺得這其實 我這很想去問一下說 楊文科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這中間八次復工的過程 到底是什麼 你們到底是依據什麼 可以讓他八次復工 然後八次天坑 在座這麼多名代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說 你一個東西 然後還兩次車子掉進去喔 這真扯到爆 所以我覺得光是 其實楊文科你不用講什麼 你就出來講說你八次怎麼復工的就好 你到底拿什麼東西去跟大家講說 你這八次有機會讓他復工 然後這中間 你不是去八次去現場看這個天坑 是去33次跟這個建商會面 請問公安發生的時候 你不去看現場的公安 然後你去跟建商見面 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再來講這個雙標啊 其實剛剛大家都有講到說 藍白面對這些司法 到底是什麼態度 其實面對正文餐的時候 國民黨民眾黨一堆人出來罵 剛剛其實小玉姐也有拿這個 黃國昌整個醒來耶 醒來連發了連噴了八篇文 然後現在 請問這個楊文科的事情 他怎樣又睡著了 不好意思是九篇 九篇 少算了一篇 九篇 什麼時候睡著 什麼時候醒來 大家都看在眼裡 所以他們雙標就是如此 我必須要講啦 如果他們真的 藍白的這些政治人物 對於作奸犯科 對於貪污舞弊 對於違法亂計 這麼在乎 那為什麼這種時候 你們不站出來說 對我們深惡痛絕 對我們誤枉誤眾 他們連一句誤枉誤眾 都不敢講耶 連一句最基本的 好至少說我尊重施法 都不敢講耶 他突然好像變成自己 很了解案情一樣說 對 楊文科是清白的 我不敢相信 現在就已經被起訴 然後都還在調查 接下來政要 還在接下來交有 司法訴訟的案子 一個黨主席 可以出來講說 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如果你真的 對案情這麼了解 為什麼 為什麼之前 鄭文燦的案子 你不是這個態度 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扯 只看得出來 藍白的政治人物 只有對於民進黨 深惡痛絕 而不是對於作奸犯科 深惡痛絕 黃鐵剛剛一開始講到一段 就講說 當局處首長 那被查出來 有這麼多錢的時候 勇敢 縣市首長都不知道 他走過去了嘛 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說 吳委員 我們港台那久了 我在說 我不會去認識 包括司法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也敢挑戰他 我一路是這樣 我自己去說明一下 你說房長收那麼多錢 管長怎麼可能不來 怎麼可能不知道 一個案子 台南市的 警察局長收錢 接受信招待 台南市的光電 700幾萬 所有的小惡賈 那是幾六千億 結果市長被說 我不知道 你敢相信 你敢相信 縣長打電話給他 你敢相信 每一日 市場有ahi 那就是 那個叫故意 不是啦 我們有 有什麼市政 講什麼市政 市場有otherapy 局長到局長 你要交代 那然後又LAN 大家都知道的啦 所以你可以是說 市長有 局官長就有 你 Gay 這樣我也可以說 台南市 緊迫局長有 4 Luther 我也不會剛剛說 不是啦 你有看到有任何市政 所以這個案子有通聯 或是有入院被 我不知道說農屆委員 有沒有明確的看完這10頁的新聞稿 以及277頁的起訴書 其實他裡面 他其實22萬字 我從頭到尾 我剛剛都是講任何明確的市政 我也沒有講養文科尋佩 你可能剛才沒注意聽我講 所以就是根據事實說明 我剛剛都是講任何明確的市政 我也沒有講養文科尋佩 你可能剛才沒注意聽我講 所以就是根據事實說明 當然啊 我因為他起訴養文科 你要去法院訓導你的情報 但是檢察官會殺這麼任何起訴 無法不棄農 檢察官不是效的 黑白把你殺死了 到最後才來法院 讓法官生命 檢察官很少這樣 都會很不錯 所以看得出來 工界委員也是跟朱立倫主席 不同調嘛 你也可以定義 我每個人人人生 插政策本來有每個人的標準 我一路就是這樣 你也可以問熱烈 看財龍街這點有特地有熱烈 兄弟我為什麼有人生在熱烈烈烈烈烈的時 我之前也去幫我說 一關 einmal人儲勸 你才好 我就說 我已經在這個節目 我在這個節目也說過 我說最對熱烈烈烈烈 最對其他民進黨的人 比他們更清楚嘛 就是說他對這個炒銷 把這個東西 尤其翻黑金 為什麼 他在說翻黑金的時候 我會選得最新的 為什麼我會說 一起來之後就開始辦什麼案件 因為正古充分的東西 你若又不辦 你就真的不想多清潔 OK 對 好 那如果我真的講的話 記得那句話 兒縫兒入 名指名高 接下來真的是大樹灘時代嗎 觀眾朋友 你現在千萬不要不相信 什麼叫做藏寶圖或寶藏圖 好不好 你千萬不要不相信 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要有人跟你講 什麼地方可能有寶藏圖 還是去看一下好不好 你搞不好真的會發現大祕寶 OK 因為這個 這個是因為這整件事情 他們的公共處長 江良淵被帶回去調查 2023年9月7號 結果後來檢方搜手票 到他們家 扣到記載藏前位置的保障圖 便條紙 兩紙 依照這個 好 找到包括水管裡的 甚或接下來到他的一些 親戚的家裡面去 總共三個地方 找到了一千四百多萬 一個公務員 不管你官位再高吧 你說一千四百多萬 對 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就是要交代 當然他有交代 好吧 那這是長輩的遺產 好吧 OK 我也不知道 長輩遺產一般來講 應該可能是 明朝或宋朝的花瓶 或什麼東西 但他們家長輩留下來說 是千萬 OK 那要擺在水管裡面 或什麼 這些可能就是要去 告訴法院 怎麼樣法院能夠 相信這一塊 這中間如列出來的 基本上就是過程當中 鄭文燦這個案子 您還記得嗎 那過程當中 為什麼後來有這麼多 因為在七年當中 包括監聽的 包括所有這些內容 所以才會構成後面的這一段 而這整件事情 你光聽這一句話 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2023年5月17號 因為好 又坍塌一次 這是第五次坍塌 楊恩科跟封易的電話聯繫 這個監案復工 然後5月18號 楊恩科向封易表達 因為外部壓力 不得不對封易強硬 並且找江良淵協商承諾 加速處理這些 OK 你告訴我 怎麼會知道這一段 要不就監聽嘛 這一定都是這些過程 要不你怎麼會聽到說 他跟你講說 那外面的壓力很大 所有這些 那這過程當中 當然 諸位委員請記住 這他的用字的潛詞 他說他絕對沒有收賄 因為這個案子檢察官起訴 就不是用這一部分 用的就是圖利啊 有查到錢 有什麼東西 好 那財工治罪條例 用行賄收賄這些 那沒有 有沒有涉及到圖利的問題 OK 這個案子檢方起訴就是圖利 只是他覺得圖利的過程 檢方用字非常非常重 那包括中間好了 你說有沒有寫癌症飯店的餐券 幾十張或什麼這些東西 你覺得這只是一般的往來 好 那各自不同的解讀 我唯一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政治現金捐就捐 為什麼捐87萬 各位不能捐多一點點嗎 88發也好 87萬 一般年輕人聽到這個 都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捐個87萬 OK 好 那我相信87萬 那一定 既然能弄政治現金 理論上來講 就應該是合法的 OK 可是這一段過程當中 還有一段大家講說 兩個人關係 是不是比較密切 還有這一段 楊文科相鋒 以後借了接待中心 當競選總部 可是一般來講 競選總部有很多人 願意提供或什麼 這也所在多有 只是這個東西 當發生了八次的坍塌以後 這整個處理 那當檢方又把所謂的 33次的密集聯繫 全部都擺在裡面 這就楊文科縣長 接下來到法院以後 要去解釋 所有這些東西 是 是 新竹人 是 請問一下 接下來你們要看到 一個是新竹縣長 一個是新竹市長 對 新竹縣長 面臨到起訴 楊文科 他有直接跟你講說 他相信法院 一定會還他的 清白根生育 OK 那新竹市長高虹安 是下個禮拜三 24號 他在按照宣判 這兩天也傳得 非常一堆的東西 有沒有要提早請辭 請辭以後誰來補選 然後高虹安也跟你講說 沒有些回事 好不好 根本不要講 對新竹縣市來講 面臨到這些 來怎麼看 好這個 所以這也難怪 大家現在把那個高虹安 見楊文科的圖叫 大屋見小屋 小屋見大屋 大家這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們背景上 也可以說是 同一個關係鏈 背後都有相對的這個 大佬在 好 那回歸現在一點 高虹安的案子 他內容的直性 比較不一樣 你知道是立院的事情嗎 對 不是他在新竹的那些事情 所以 狀況呢 民眾黨那地方 讓解釋出來 因為我們有 在新竹也有經營 他們的說法是說 只有一點錢而已 那是看他住你的 才四五幾萬 這個是硬要去辦他的 所以他們已經嘗試 在做政治的解讀 不要讓什麼斷掉 不是讓高虹安的命脈斷掉 而是讓民眾黨 他在那邊還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還能夠穩住正教 好 那當然 民眾黨那一邊 是不是有加拿進 現在到高虹安 當然就是724 他判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有罪的話 那當然在之前 大家有傳說 他可不可以辭了 然後 然後自己下來再選 然後再選 不能這樣玩 沒有這麼 這個無限暢選的 沒有這種 好 那重點是在 因為他跟 楊文科跟高虹安兩個人 被檢方 從檢方起訴的罪名 罪名不一樣 對 高虹安是貪污 貪污一審就停了 那楊文科至少目前 還沒有判出來 起訴的是圖利 圖利要二審 那如果當然 如果一審判出來 法官突然找到一個錢 變貪污那個另外 那另一趟別人 那就現在的格局 楊文科二審 一定就是來不及 因為中華民國 這個都拖非常久 一審特別是圖利 那個大巨大大 現在都還沒有二審 好 所以 到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現在看了第一個 7月24號這個觀察 高虹安過得了 過得了 後面搞不好 會有罷免 很難講 就是他在地方上 也是會有一些 政治上的壓力 但如果不過的話 那民眾黨 他被停職了 民眾黨在那邊 氣勢一定會下去 怎麼去維持那邊的氣勢 柯文哲就很傷腦筋 好 那當然 他們也許會講說 是不是要掉黃國昌 那之前大家都已經講過 都殺盤 但重點還是在於說 現在的這個情境 真的 柯文哲他自己本人的詮釋 真的是 比如說 他先前是黃國昌 剛剛看到 一直盯著鄭文燦的案子 做了那麼多的陳述 那你現在柯文哲自己 在鏡頭前所做的陳述是什麼 他講說你不要這樣辦一辦 讓人家覺得很像是政治介入施法 但是大家應該還記得上個禮拜 憲法法庭黃國昌 拋破第一張一出來 法官不要當人家的什麼靠山 是你們就特別愛講 柯文哲自己也愛講 為什麼過去七年不辦 好奇怪 現在辦是不是就代表 你自己一天到晚在影射 然後後來又說不應該這樣做 好那所以其實柯文哲內心 他當然除了高雲安之外 還有他自己的案子 因為也是一直在傳 他的進化程 會不會在七月底到八月初 進行某種 不見得會那麼快 當然會不會從他轉真 不知道 我跟你講從鄭文燦以後 他是因為我每次在節目都會 一天會告訴觀眾朋友 他這案一般在法律的解讀 一般都是比較輕一點 為什麼犯罪人不明 或是犯罪事實不明 但從鄭文燦這個案子以後 那就不要再講這句話 因為那個時候 剛開始要請他去的時候 也是跟他說他自案 然後他這樣一去 就是我們在法律界的時候 律師最擔心的狀況 來了以後 本來是關係人 關係人來以後 一進來以後 都問完以後 直接跟你說你算案中詐 我直接他自案轉真正案 而且你現在 對 然後當庭逮捕 逮捕以後就開始告訴你 你看到的那個所有的權利 你可以請律師什麼 你該問的也都問完了 那律師再進去 那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不要講單純他自案 誰都不知道他自案 哪一天很快就變真正案 對 就現在發展的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很多案子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相關性的 像那個桃園那張教然 他就是硬要去 媒體報導就是要去 跟鄭文燦拉上來 所以把他顯得鄭文燦 子弟兵 可是他比鄭文燦老三歲 對啊 就是大家現在重新定義子弟 就是有反諮詢需要定義 有子弟需要定義 就是現在就是太多的東西 同時這樣子端出來 本來就是台灣 就是正常會有案件在偵辦 都會有不同的進程 有的還是在偵辦 有的已經起訴了 有的在一審二審三審 都不一樣 像今天你有陳正宗定業的 那個已經是二十幾年的 上世紀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最近辦得很快 因為一般民眾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一般民眾他開始有一個情緒起來說 現在好像開始大半了 開始很多人會被擊墜了 你會有事他會有事 好像有事的越來越多了 他會反過來對政治人物形成壓力 人家會問問你會不會有事 我今天去找你會不會不見 因為我還真的有 我認識的選民 他選民服務的不見了 就也陰暗進去 所以這個其實他會形成的 修會期的一個什麼 主要政治話題 阿妹現在看起來的話 當然你說因為 因為過程當中 賴先生總統有說 其實政府的重點 打架 掃黑 樹灘 OK 所以大家會特別在乎看著這一塊 而最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案件 也真的讓大家看 譬如說同一天嘛 姚恩科被起訴 然後徐曉星的大姑跟她的老公 然後也被起訴 然後起訴以後 然後繼續擠壓 然後另外那個林雲仁是五十萬交保 然後但大家比較看的重點是 她的大姑的老公 然後說她自從講了 徐曉星什麼什麼 淺見聲聞什麼的 她有被特別安檢 這段你沒有理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北約還要出來跟你講說 說沒有這回事 沒有什麼什麼相關的東西 這些東西 可是從這些的案子裡面 你真的看得到 在未來尤其對於政治人物來講的話 從此以後政治親民不是口號 在未來尤其對於政治人物來講的話 從此以後政治親民不是口號 我想黃捷應該也有同感 就是去年一整年競選期間 這個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他發表談話的時候 他一定講說他上任要打黑金槍獨炸 聽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我想現在他擔任總統 當然總統所不能伸進司法 可是他這個宣誓說 對於黑金槍獨炸的掃蕩 我想在台灣應該是絕大多數人民都支持 而且現在出來的這個各個案子裡面 你又看到說檢調在調查的是 牽涉各黨派 各黨各派都有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於 現在這個時刻是 台灣的各個黨派 開始要更加尊重司法的一個時刻 因為先前這個國會 裡面的這些法案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說 這個有一些政黨 他會開始攻擊說 你看大法官都是蔡英文提名 大法官都是綠的 所以大法官會 這個不可信等等這種攻擊司法的論調 可是你可以從解嚴到現在30年來的變化裡面 至少我個人 我這個身為法律社群的一份子 我認為台灣的司法 確實一直不斷的在往更獨立的方向邁進 所以最近我也很反對那種陰謀論 一直在講說 這個去辦誰誰誰一定是賴清德受益要辦的 一定是賴清德要怎麼樣 我覺得這種去暗示說總統可以控制司法的言論 不是我們台灣現在當下可以社會需要的 楊文科裡面所有的時間軸列得清清楚楚 楊文科可以去法院上挑戰 他說檢方講這不對 因為他說他都有講 而且很具體講 但檢方都沒有採信他的 檢方不採信他也是檢方起訴的這個權利 那當然列出來之後我們評論就有所本嘛 至少我們是看著這個起訴的新聞稿來評論 這時間軸不是我們通靈或者是偷聽 這個是官方公布出來的資訊嘛 那剛剛提到這個徐曉新立委他家人案子 同樣啊未來不管起訴或不起訴 一定有個新聞稿講清楚楚 那這個新聞稿出來講清楚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可以看的這個案子 其實就不用像之前一段時間一樣 很多都是用推敲去聽這些治理行間 就可以看清楚嘛 尤其是現在第一個其中一個關係人 一個被告是先交保 這個林姓被告先交保 那另外這個大郭夫婦現在是續押嘛 那以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我認為大郭夫婦其實才是這個 對許小新立委來說比較麻煩的一塊 因為他們確實跟許小新的婆家 可能有一些經流上的往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姐夫好像在發言上面 非常的這個跟一般的被告不一樣 一般的被告通常講話是非常小心謹慎 但是許小新的這個姐夫他在發言上面 是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這個傾向 所以在接下來的時候 當然一定會陸陸續續有消息出來 但我認為我認為這一切的紛擾 在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階段性的說明 那我們其實各黨各派就是 你憑著這個階段性的說明去評論嘛 楊文科也好高鴻安也好 鄭文燦也好 或是未來許小新立委他家人的這個詐欺案也好 我覺得應該要展現一種態度是 政治人物要展現一個態度是 我們要尊重法院跟檢察官 我們要尊重法院跟檢察官 人民信不信任司法那個是人民的意志 人民的決定我們也尊重 可是我們自己是政治人物說 不要動輒去講說 法院一定是哪個顏色的 檢察官一定是誰的打手 然後去講說這個檢察官 以前跟誰是救世跟誰很好 所以他一定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不需要去講 因為現在此時此刻 正是我們要建立我們的政壇 尊重司法這個文化 包括後來兩三個月之後 勢必一定大法官會有很多的判決出來 我也希望各黨各派 都可以尊重大法官的判決 因為這才是一個法治國家裡面 最重要的基礎 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看下來 從大家為什麼會討論到大樹灘這一代 楊明第一個 南京總統最近在民調裡頭 包括在年輕人 二十到二幾歲的之間 那個民調六月到七月 幾乎那個數字是倒過來翻 三十六到六十三 這些是跟所謂的清鳥 這些過程當中有關係 還是因為整個樹灘 樹灘剛才阿苗就講 總統手不能伸到司法裡面 那還是因為他的態度 意思說當我要樹灘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不管任何人碰到 我都不會種戶 就是這個樣 當這個態度下去 會不會也造就了這一塊 而剛才講說這整個 一路上會不會經過大樹灘 最早開始的 大家都會從鄭文燦 前董事長這個案子開始 從這個案子開始來看 好 那今天最新的進度是 中間的一個關係的人 就是楊兆林 楊兆林已經快九十歲了 今天大家看到鏡頭裡面 光從車子下來那個過程當中 好 最後跟裁 跟裁以後還是沒有壓 跟裁一千五百萬交保 所以這整個東西一路看下來的話 所以未來好了 對有一些人叫風聲鶴唳 會這樣嗎 其實這個我們先從前面講到 賴清德總統 為什麼年輕人突然這個 好像很支持二十到二十四歲 這一塊 那當然第一個 年輕人期待的是什麼 就是公平正義 尤其現在那種世代的不正義 非常的嚴重 那既得利益者 不管今天是楊文科鄭文燦 還是什麼文主的李主的都一樣 只要今天是這種涉攤的 民眾看的觀感就是差 而賴清德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 民進黨要感謝陰謀論的名罪 為什麼 因為製造了賴清德跟鄭文燦的對立 而讓賴清德變成一個叫明君 我連自己人都敢辦 這種形象通常都會成就 所謂的領導的那個威信 我必須說陰謀論 對賴清德是有利的 因為如果 如果你注意看 那一份同樣一份民調 賴清德的聲望是往上升的 違身 但是民進黨是往下掉的 所以你說鄭文燦唯一解讀 最近民進黨沒有什麼事 就只有這件事 所以我必須講 這個對賴清德個人 是正面的 那再來講到說桃園像這個案子 當然我最近聽一些桃園的朋友講 說桃園地檢署 真的很喜歡受押人 鄭文燦就是 就是為什麼要住四人房 因為押的人很多 所以呢設房不夠 否則你知道像 比如說我以前我服替代衣 二十年前 我在某個縣市的看守所 進建房了不起最多兩個 最多兩個 為什麼 因為要讓他們這個不同案的什麼 都要分開來 進建的 而且還專門有一個 有一個區塊就叫進建房 可是呢他們說桃園看守所 因為第一個他是小所 第二個呢他的收容人數多 所以常常還要跟一般壽型人的設房去借 都已經不夠了 進建房不夠 進建房不夠到要去跟其他設房 所以我只能說 當然這一次喔 這個桃園地檢署 是有一點這個吃憋啦 連續第三次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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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壓還是一千五百萬 當然 對楊兆林這一塊 當然我覺得楊兆林先生 他那個 坐著輪椅 你看看今天那個鏡頭畫面出來 你如果是法官你要怎麼踩 你怎麼壓嘛 我必須說壓進去 看守所很麻煩啦 看守所很麻煩 所以當然我覺得第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因為 正因為鄭文燦壓了 所以他在外面 只要你好好的控管 沒有去跟其他這個共犯接觸 這個我認為這個案子 看起來應該會先告一段落 但是但是昨天在桃園政壇 反而是另外一個 剛剛講到的子弟兵 就張兆良議員 其實張兆良議員跟鄭文燦 應該叫港配 他們他選議員是跟鄭文燦 同一屆1998年一起參選議員的 張兆良的父親叫張桂木 他是桃園民進黨的大佬 他曾經擔任過審議員國大代表 他當年在呂秀蓮做縣長的時候 他就是呂秀蓮的最重要的操盤手 所以過去都被視為所謂的呂系人馬 以前呂秀蓮成立什麼協會 那個理事長就是張桂木先生 那張兆良他其實從政很早 但是他比較那個叫大器晚成 他第三次選議員才選上 所以雖然他跟鄭文燦一起選 但是鄭文燦已經做到新聞局長 他選上議員了 那當然後來因為鄭文燦當市長 所以他就被認為說是 所謂的這個桃園隊 那他還代表選了一次立委 其實他那次選立委 下下了那個呂秀蓮一身冷汗 只差2700票 那差很少 差很少 而且那個選區從來沒有 民進黨的立委當選 到現在都還是 所以那一次讓張兆良變成說 民進黨裡面可能應該是一個大有可為 沒想到在那一年張兆良發生一件事情 炸領助理費案 2016年8月他被收押 他是桃園市議會 升格為直轄市之後 第一個被收押過的議員 所以他有過收押的經驗 沒想到這一次又再一次的面臨這樣的司法風暴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學會學乖 那這一次說是一個五年前的違建關說案 很巧他也跟這個楊文科概念一樣 檢方也是用所謂的圖利罪的方式去處理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哪一個政黨 站在我們媒體的立場 你今天有涉攤 我們是覺得檢方能辦就要辦 那至於每個政黨 我是建議都標準要一樣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同樣是關說違建 民進黨有一位現任的中評委 他們21號要全代會要改選 現任的中評委叫陳文治 以前新北市的副議長 他就曾經因為關說違建被收押 這是去年的事情 然後他去年還因為另外一個案子 又被收押一次 去年他被收押兩次 但他現在還是中評委 他沒有被停權 也沒有被開除黨籍 所以我只能說 每個政黨面對這種案子 都會有一些浮動的標準 我覺得不管國民黨 我也覺得朱立倫講 這樣的話 有點太過自信 可能會翻車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其實剛才在過程當中 討論到這一段的時候 請問一下 剛才阿苗有講一段 接下來大家會在乎的就是 大法官 那個暫時處分會不會出來 到十月以前 會不會有就是 事件的一些結果出來 那總統前幾天不是有特別提到嗎 就是 說所有的這些結果 那大家一定要尊重 就好像球賽有沒有 那不管大家 總教練有沒有什麼衝突 那裁判如果判了 大家還是要尊重 要不然呢 人民會有虛聲 請兩會出來 好不好 幫忙 哈哈哈哈 我是跟請教練講一下 不要這樣啦 今天要幫這隻交話出來 問一下才要幫那隻交話出來 你總統的管道 不需要這樣做 我還是跟請教練講一下 不要這樣啦 今天要幫這隻交話出來 問一下才要幫這隻交話出來 你總統的管道 不需要這樣做 阿苗說得對 事發哪有 因為政治人物要先示範自己 今天事發給民間 不信任是既來優租 不是今天比較做事 是歷很多黨來 累積下來 我說一個離空一三年 六千鐵 他在做台南市政選 他說我要用我的政治生命 擔保他們的清白 什麼 吳乃仁跟洪西昌 已經定驗了 定現的案件 台灣定現的案件 但是再信是有夠少的 一萬間還能找不到一間 真的還在神啊 蛤 你要用政治生命 擔保他們兩個清白 這樣好 來我來 我也是一樣 我說他們兩個人沒有清白 如果清白我實質 我被擔保你了 我看得到厲害啊 擔了 無難能擔保一單倍 各位 洪西昌怎麼變沒多了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政治現金法 還沒過 所以認定收一千三百五十萬 是政治現金 一個有多一個沒多 我這時候問王錫長來 你的政治生命是什麼 因為你要擔保了嘛 他說喔 那是我個人的事 蛤 你個人的事 五年零五月 你才買進去管 你是不是要死質 歡迎有夠快 你不知道我們落總統 歡迎有夠快 欸欸欸 蔡議員你有說喔 你說他們如果清白的 你就要死質喔 現在紅機槍打不住 紅機槍就要清白的喔 你在死質嗎 叫我死質 我這樣好 我死你就是他們 他說對 有材料你先死 我死你就是 對 有材料你先死 欸我 台灣人你挑 我說什麼意思 會說有種 你先辭嘛 我死你就是 有種你先辭 表示我死後 他要死嘛 結果 我馬上寫兩張 一張市長的辭職信 一張議員的辭職信 你還幫人家寫 因為他站在背心台 他怎麼寫 我請坐你打兩張下來 我就簽名 委員啦 議員啦 代表 反正你辭職了 送到秘書處就是生效 生效 沒有人可以準博 嗯 我拿他的辭職信職信 我比喻 幫你簽一下 他怎麼不認識我 不認識我 我就死掉了 他腳上的叫議長說 你吃兩天說 他的辭職不算 你看人家對他多好 捨不得你走 對啊 因為我走 他就慘了 所以剛才阿明說 不可能政治人物 你現在已經做總統了 不一定這是過期 年輕時代所做的 離空一三年了 你如果要再用這樣 那就是概率手法的一種 另外一種形式的影響手法 你用你的政 你是民生 那時候的熱情叫做賴神 你知道嗎 那年的選舉 他在當時是拿七十二% 七十二% 你說你要用政治生命 保證他們兩個人 選擇 兩個時候都被破證 所以現在 就過期了 老總統 你現在做總統 蘇法 你如果要再放這裡 我怎麼拿出來 不要這樣 台法官 封毒死刑的時候 我問法務部長 你如果基因不出來 封毒死刑 這些人都封關他 超過十年以上 他投訴審判罰起來 就是 激留 是五年了 要放這樣 你現在 違憲 就是這些死刑 拿掉的還要重心心盤 我請教你 要放出來嗎 這些人要放出來嗎 部長都沒有辦法 我告訴你 你用事物 我不要跟你為難 不然 你把全國的人民說 台法官封鎮說 死刑違憲 這些人怎麼不放出來 他也不敢說 所以 竟然在七月二三 七月二二就要選擇 三個月 因為四月二三便論 我那時候我就有言說 現在因為 立法院改革五岸的 釋憲 跟緊急出分 這個台法官裡面 還有七個人 八九未告急 所以一定會把四行 心盤 打官的 裁典 會演奧 個人演奧 演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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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位的空間 就可以先處理 這個檢庭 緊急出分跟五條 釋憲的案件 你說 他說 總統的選手 剛才阿苗在說 他說 去年就打 黑金槍獨詐 總統一直說 我也可以跟你解釋說 你是在影響 你在約束減調 你在解釋 要針對什麼案件辦 沒需要 在那裡 本來 找一個檢察官 他沒在辦 黑金槍獨詐 找一個警察 沒在辦 黑金槍獨詐 找一個調查 沒有在辦 黑金槍獨詐 他們的書名 就是要對抗 反對抗 黑金嗎 總統 你也可以說 我強調這個 是這樣 你是怎麼一路一路 在說 你怎麼起來之後 你再想到 回去 還有 2022年 民進黨 擺選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 他把這個 敗選主因定調叫什麼 論文和黑金 你不知道會記得嗎 12月 12月選了12月說 這次民進黨 白選就是論文和黑金 所以我很欺負 他就是說 他一直認為說 賴清德是大於民進黨 這是你們不一定了解的 他就是覺得我大於民進黨 他要再叫民進黨 這是好事 但是有時候要出路 不太錯 OK 方姐 對未來的視線 這整件事情 你有聽到嗎 就是藍營一直針對 青鳥飛出來這件事情 一直不斷的在這方面 有很多很多 相關的一些意見 那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包括黃古川委員 包括吳小林委員 因為未來這些 包括立法院 如果萬一大法官 做了什麼些判決 立法院要怎麼樣去應應 那他們也有一些 相關的說法 先讓我們聽一下 來 新的國會 開始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黨團 遭受到了非常多的冷潮熱風 有人說 我們是沒有用的巴西 但是 我相信 這一個會期下來 特別是在昨天 大家的感受會非常的強烈 被人家唱出來 這沒有用的巴西 讓兩大黨 在很多的法律提案上 往台灣民眾黨的主張 靠攏 所以在未來這些 包括青鳥飛出來 所有相關的這些 是在預示著告訴 因為柯文哲直接講說 這是恐嚇在於黨 柯文哲直接用這樣一個詞 黃國昌委員 剛剛那詞有聽到 所以你是像白銀靠攏的那一掛 他說藍綠兩邊都像白銀的主張靠攏啊 你看龍靖委員也笑了 我不是要講啦 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例如說 我們在禮拜二 休會之前的那一天 我們通過這個新住民的基本法 那裡面其中有幾條呢 是藍跟綠同時投下贊成票 然後民眾黨沒有投票 大家看著那個畫面想說 怎麼回事 怎麼會藍綠同時和解了 然後民眾黨沒有投票 那是什麼呢 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內容的主張 就是我們行政院把你先提的一個版本 那後來國民黨就是抄我們民進黨版本 那後來國民黨用他們的提案提出來說 我們當然也欣然接受 我們覺得好 因為反正都是大家都支持 那我們來共同支持 結果唯一不支持的是民眾黨 那請問這樣叫做藍綠向民眾黨靠攏嗎 我是看不懂 我只看得出來一個關鍵少數被完成不關鍵少數 所以其實民眾黨這個會期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們把應該要作為他們當初號召的說我們要超越藍綠 我們要讓變成制衡藍綠關鍵的力量 那被他們完成了完全都不關鍵的力量 在多次該表態的時候不表態 該舉手的時候不舉手 該在現場的時候他們選擇離析 所以我不太知道為什麼黃國昌有臉在這個時候特別站出來 還要講說我們讓藍綠兩大黨成功的靠攏 我不知道他指的到底是哪一件事情 但可以看到的是黃國昌真的很在意別人說他沒用 怎麼說呢 昨天那個記者會上他講了一次林國成講了一次 張祺凱又講了一次喔真的很在意耶 很在意別人說巴西沒有用 所以才會特別看一個記者會 昭告天下說欸我們真的我們不是沒有用 我們很有用 所以很顯然他們其實對於這個會期是諸多心虛啦 那這個翁曉玲 我覺得他今天早上這個受訪內容 又一句話激怒所有全台民眾 他說喔如果對我們吹毛求疵 我們就再修法就好啦 三個月之前我們一群人坐在司法委員會 大家跟他說你就在這裡好好談 就在這裡好好討論 你看我們花了整個三個月在討論這件事 然後你現在跟我說喔反正到時候事件沒過 違憲了我們就再修法就好 浪費社會成本 多少人站上街頭 多少人跟他苦口婆心的勸說 我們從委員會就好好討論 這個才是立法委員該做的事情 結果不做 然後到院會沒收大家發言 然後不記名投票 到最後搞到全台灣的人都沸騰了 到這個都才輕描淡寫的說 啊我們就這樣修法就好啦 我不知道裝什麼無辜啦 沒有什麼不記名投票 沒有什麼討論 你不要誤會 你這樣就扣大改正他的講話 應該不是就是說 台法官的解釋是什麼 台法官的解釋後 他會寫一些基因出來 到一部分你的修法 我們用膝蓋上就知道 沒有那個全部都違憲 過去民進黨寫了 他會寫對到一部分 當然很簡單 台法官的寫說到一部分 是違憲什麼 基因寫出來之後 當然正常就是回來立法院 回來立法院 民進黨有這麼要怎麼收 國民黨有這麼要怎麼收 民眾黨有這麼要怎麼收 還回來立法院 龍姐你剛剛講這段話的意思就是 如果大法官做出 不管有沒有部分違憲或什麼 最起碼就你個人來講會買單 就是說大法官做的 不是買單嗎 因為你會寫出指引 除非他的指引 因為有一些藍營 有一些藍營的 剛才他們講說 有一些人已經在講說 大法官反正就是 就是蔡英文那時候 任命的或什麼 但是這一塊 我剛剛聽你的意思是說 大法官如果做 做下來說有這一部分 那你們會接受 只是要怎麼修 那是到了立法院 大家各自不說 胡佳 你法律者 你民律書你也知道 台華官寫出來 什麼人可以不接受 是嗎 對不對 那出來之後 所以請頂端在講 就說 那誰出來 你還在背面 我就要放這裡 我出來 不用就這樣 不用自己摸摸 誰出來 就是 因為 他不可能沒有寫指引 當然 對不對 那誰出來 就說 台華官的見解 因為當一個不行 當一個有侵犯到 檢測款 當一個有侵犯到 檢測款 當一個 答案 出來之後 最終還是要回到立法院 你反映民進黨 民眾黨 國民黨 大家再來 再坐下來 我實在 我跟你講 我沒錢沒錢 我還不是 偷發到本科的 你看 面對整個 我就跟他走來 我奉派來 我奉派來 恭喜 OK 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 沒有一天 有時間 每天就吃東西 因為二五宴會 一三四五一萬回 每天 我坦白說 我跟黃國昌 額勒一下 我沒有回去 我就是住在宿舍 我又怎麼走 我就想說 我頭一個公公 我等一下要做 我怎麼走 他都在我頭前簽 我怎麼走 我沒有回去 我就是住在宿舍 我又怎麼走 我就想說 我頭一個公公 我等一下要做 我怎麼走 他都在我頭前簽 他每個都在我頭前簽 我告訴你 因為韋航他們的解釋是說 他簽完簽以後 然後再弄完以後 要去直播 還是要把那些 要發出現 他要儘快 儘快把他問完的話 儘快剪出來 去搭配中午人家 吃飯的時間 他要三天 那是韋航他們的解釋 但既然講到這 因為我剛剛講 會不會有大樹灘 因為感覺上 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子 但會不會有大罷免 不知道 勇敢 我先問一下 基隆這一帳 你們很有信心嗎 沒有 這個 從 我們現在就打熱戰嘛 對不對 從韓國瑜 然後到陳柏惟 然後在黃捷 就是在冷熱之間 基本上你要回到看基本盤 那基本盤看完了 坦白講 基隆的 基本盤 藍還略勝於綠 一點點 那在這個狀況下 就說 中山匯 所以我跟你講 翁北不要這樣 台格先生 比較重力的 四十天就四十天 你三十天就要送起來 不必要 你為了那十天 你去幫你連結 然後 譬如說 送了四萬份 我們這四萬份 我們都要嚇人去問 你有信是有參加聯署 他們之前 突然說沒有 你可以嚇十分之一 可以查詢十分之一 這都不必要嘛 阿明 所以這整個過程來講的話 第一個 如果打到第三階段的話 看起來藍營 就是這樣的熱戰營戰 可是現在到底 會不會一定到第三階段 那他有一個就是 對 有一個撫恤的一個 在基隆有一個警員 也是被車撞死的 類似這些 然後撫恤的過程 他講了他的演進的 一些的狀況 就也引起了大家一些的討論 這些 都在 第一個 對謝國良來講的話 你覺得他應該是怎麼面對 這整個罷免案 第二個 那個第二階段 一定會跨得過去嗎 現在國民黨 他面對罷免案 他就是要用技術性阻攔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講理念的話 我承認 國民黨長期以來的理念 就是罷免高門檻 以前國民黨 國會多數執政的期間 根本就是老鳥籠罷免 不可能罷成功了 後來是因為民進黨 變成國會多數之後 罷免門檻才下修到 25% 這個是民進黨 跟當時時代力量的主張 所以其實這一次 國民黨說 要把罷免 不管是提案說 門檻要提高 還是說最後說 要把身份證連署的時候 就要交出來這些 就是國民黨一貫以來的主張 國民黨沒有變 變的其實是民眾黨 因為黃國昌他以前 曾經講過 他也反對說 罷免連署就要交身份證 投票當然要交身份證 罷免投票的時候 一定要交身份證 可是連署的時候 好像沒有必要 這是過去黃國昌主張過 只是現在他反過來 他說那現在要交身份證 那這個變的是黃國昌 不是國民黨 是幫國民黨講一句話 但是 謝國良 他靠著立法院的 國民黨黨團 就算幫他躲過了 這次罷免好了 按照他講話的風格 我覺得連任也都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他的講話 太莫名其妙了 之前大家如果還記得 這個基隆東岸商場的事情 當時他晚上突然開一個直播 然後開那個直播之後 也不好好說明 就在那胡說八道說 他是一個快樂的成年人 他沒必要去貪這些 反而是林佑昌怎樣怎樣 本來那個東岸商場的事情 注意到的很比較少 謝國良自己開直播之後 在網路上整個被炎上 那他最近 他現在面臨到罷免 他應該要更加的謹言盛行 結果他出來開這個所謂 本來他要講說 原警府序他如何爭取的主題的時候 他突然跟大家說 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他換了一副新眼鏡 莫名其妙嘛 你說這樣子的發言的風格 就是在吸引選民去罷免他啊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同樣的比照 比如說假設我們台北市發生什麼事情 台北市長蔣萬安出來 然後隨便莫名其妙亂講 一個跟大家報告好消息 他換新法 這個就是自己在提高仇恨值啊 謝國良就是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當然 國民黨要保護謝國良 因為他們同黨 這個可以理解 那但是用著各種技術性的時候 你要去想說 你讓這個人持續的留在 基隆市長的位置上 假設第一個政績做不出來 第二個發言是最糟糕了 那這對國民黨真的加分嗎 你保住一個基隆市長之後 如果未來2026 2026的時候 欸不要忘了 2026很多首長 因為兩任屆滿 都要派新的人出來選 都是新人上來之後 謝國良如果他作為一個國民黨 比較指標的 現在要爭取連任的縣市長 到時候他說欸你看看 你選給國民黨那變成謝國良 這樣怎麼辦的時候 這未必對國民黨是加分 政治其實經常是獲福相宜 他這一次遇到罷免 如果他可以藉由這個罷免 提出一些政績啊 他在基隆到底完成了什麼 做了什麼以前林佑昌 八年做不到的事情 這個列出來的話 對他來講 浴火鳳凰嘛 像我們現在黃捷立委以前 也曾經經歷罷免一億 但是整個罷免下來 大家發現說欸 罷免投票都給黃捷肯定啊 反對罷免還比贊成罷免的多 那現在當立委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政治人物還是勇敢一點啊 雖然我自己也是政治人物 我也有可能 是選罷法的這個適用 也會適用 但我也反對說 你光是連署我叫人家交身分證 更不用說你拿總統出來 比喻說哎呀罷免總統 這個罷免立委 跟縣市長應該要同一個標準 因為這根本就不同職務 人民是分得很清楚的 OK 蕭玉 這事情在第二階段 還有很大的變數嗎 現在就多了一個 這個傳出的這個查詢單 那這個查詢單 今天是這個議員出來講說 確有歧視 因為查詢單的表格都出來了嘛 那這邊其中比較這個 備受矚目的是說 他為什麼要這個查詢單 他意思就是說 你去參加這個罷免連署的人 他現在有一個要回覆 你是說這個簽名啊 是不是真的是你的 是不是真的是你簽名蓋章 你還要適時回答 而且你還要這個簽名 或者是蓋章 而且還要寄回去 寄回去 那現在最主要的關鍵 在於這一句話 如果你查詢單 預期啊你沒有寄回去的話 這個要怎麼認定 是要由這個基隆市選委會 本會來予以認定 那為什麼這個會是關鍵 因為當時在韓國瑜時代 韓國瑜時代也有搞這一套 可是韓國瑜時代 當時他們是40萬份連署 可是他只有兩 寄了兩千份 當時的比率是這個0.5% 那這一次有傳出了 所以基隆市的這個 我們現在連署是4萬3嘛 結果現在傳出基隆市選委會 是寄了兩萬份的這個回巡 將近50% 對46% 所以是比韓國瑜時代多了百倍 那還有一個吊詭是 當時韓國瑜 人家說韓國瑜是比較大氣 就是說你那時候沒有寄回去 我也認為是有效的 我認為是有效的 你只有要這個 所以現在就是說 吊詭在這個 如果未來沒有寄回去 基隆市選委會 會不會給他認定 是有效還是沒效 是差別在這 因為他寄了 基隆市選委會 我也覺得很奇怪 人家說你現在是發了兩萬份出去嗎 議員就提出質疑了嘛 那基隆市選委會說 他也不回答 不承認也不否認 到底有沒有寄這兩萬份出去 如果說你寄這兩萬份 而且他認定說你 他如果跟韓國瑜認定不一樣 你沒有寄回來 我就認定你是無效的 你這個連署是無效的 那這個4萬3 其實是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就最近 這個大家來跑藍營就有在聊 就是說謝國良四一下 好像有就是有去講說 他認為說第二階段 他認為之前是沒有民進黨介入 所以他覺得這個可能過的可能性不高 可是後來他發現民進黨有介入之後 他覺得第二階段他是危險的 所以他才要用這一步 他認為說民進黨是去找來幫忙操路 所以他才要用這一步 繼續來組 可是我必須講 你這個會加深你的仇恨值 而且今天議員又指控說 你光是這個季迴函 他是動用第二玉備金 又是100萬 因為你看你包括這個 他的那個雙掛號是28塊 如果你要這樣子幹的話 這個動用第二玉備金 那你當然一定是被人家罵的 這個是跟你有關 你為什麼要用這件事情 然後又要動用第二玉備金呢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你看他最近想要用市政 包括他這個昨天 就是啟用那個什麼公車站 有跟一個航空公司 去動那個很紅的這樣 那公車站 大家會開玩笑說 你這個漂漂亮的公車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等不到公車 因為公車不是拋錨 就是在拋錨的路上 就是講說他花了1.5億 去買了這個50輛的這個公車 可是這件事情 我有話要講 因為上禮拜 謝國良不是有找一些 這個什麼雙北議員 還有民主去吃飯嗎 他們認為說 謝國良 就是說他自己在講述這些政策 我就問我問他們 我說那你這個要是我 我一定會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問他 為什麼要問他 為什麼50輛 你要花50輛去買這種二手公車 還會漏油 被人家罵的要死 你總是要解釋 他們說謝國良 就是在解釋這個政策的時候 都很正常 可是呢就是回到就是說 因為他們每次在上這段節目 要被人家問到這些政策問題 然後去跟人家要新聞稿的時候 那個新聞稿都寫得很Lux 寫到這些人都不知道怎麼辯護 好那對於公車這件事情 他們的解釋是說 這些拋錨肉油 到目前為止24台 有些是林佑昌時代買的 有些甚至是張通榮時代買的 你不能講說這個拋錨肉油 全部都是謝國良 那我就說最簡單的方法 你謝國良去做一張表格 就說這肉油的 他說有幾台是林佑昌時代買的 有幾台是 結果你都不解釋 你也不這樣說最簡單啊 你不做一個表格嗎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大家都覺得說 那五十樣 今天肉油的全部都是你 都是你謝國良的 很簡單的解釋 來 那個我說的 因為這種東西台灣的炸片這麼多 我是指定四萬幾分都會拋 你說拋一百萬 拋一次選舉要四千幾萬 所以拋但是為什麼呢 拋就是說 我吃兩塊怎麼有的 我沒有連輸喔 我沒有連輸喔 我沒有連輸 就有人沒用我的名字 你說不拋就認定不行 我一定不用這樣 不拋就你可以認定你就可以了 但是我怎麼 拋到我就沒有簽嘛 如果我有回收 我沒有連輸這些 對啊 我就沒有簽 你快給我用了 但是我怎麼 拋到我就沒有簽嘛 如果我有回收 我沒有連輸這些 對啊 我就沒有簽 你快給我用了 這合理 你如果說 你沒走到就是他沒有 不是啦 來 黃姐你是唯一有經驗的 來 我是唯一有經驗 而且就是不同一票大於 同一票的 這個我真的非常有經驗 而且過去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這個罷函的經驗 因為其實我不認為說 這個連署的壓力 應該要放在連署人身上 其實剛剛龍介兄也有講到說 就是不可以 因為為了要勝防詐騙 沒錯 我們為了要勝防詐騙 其實有非常多的方式 其實我們寄這個查詢單的目的 就是怕說 有人偽造 例如說 像因為國民黨就很愛弄一些 死人連署 假人連署這種 才會有那麼高的不合格率 那可以怎麼做 其實有很多種的方式 就例如 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不是都可以 其實你上內政部的網站 就可以查到 你自己的投票的單 然後你在哪裡 其實這是可以用行政程序 非常簡便的 讓辯明 讓民眾可以自己去查詢的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去增加 這樣子讓大家查詢的正確率 其實用一個網站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是 用要求要他們交身份證影本 然後甚至是把這個四萬份的連署 全部寄出去 給民眾叫他自己回函呢 再來這個一定要與法有據 其實中選會有講得很清楚 你不能因為他沒有簽名 或是漏勾一個 然後他其實說什麼 因為現在基隆選委會採非常嚴格的標準 他說這九種樣態 如果你沒有做到 不好意思我都算你無效 這其實有一點刁難了 因為其實我剛剛講過 你要不要認定這個人是假人或死人 其實你有很多種方式 而且你應該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 基隆市選委會有各種的方式去判定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偽造 而不是去刁難人民說 因為他這段時間不在家 沒有收到你的連署書 所以你就是假的你的無效 絕對不能這樣 所以其實中選會在這兩次 他之前罷函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寄了兩身份回去 然後其實繳回的大概一半 但他另外一半 他們中選會講得很清楚說 你不能因為這一半沒有繳回 就認定人家無效 你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嚴格的判定 所以這種事情 你應該是要去去嚴格判定說 他是否為偽造 而不是讓舉證的責任交給民眾自己 這我要強調 那再來我剛剛講到 這個仇恨值的部分 其實小燕姐有講到說 他們現在完全在做反效果 我真的搞不懂 他們現在的戰略 我必須要講 罷免這件事情 就是千萬不可以讓這個 被罷免人的仇恨值增加 但我覺得他們現在 你那個時候 怎麼降低你的仇恨值 我覺得就是 你就是正面的去表述你的政績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你第一個 他自己政績做不好 第二個他一直用選委會 又好像當成他自己的辦事處 在做攻擊 你絕對不能有自己去做攻擊人民的行為 他們已經兩度攻擊了 第一次 上一次他們去公審素人 就是那個一個阿嬤在路邊 然後叫警察把人家趕走 那畫面太難看了 再來你選委會一直用這種 極盡刁難的方式 其實都是在增加你仇恨值 第二 他們現在有點內外交迫 外面 朱立倫一直在倒遊 我真的看不懂朱立倫在幹嘛 就是 他一直交這些 那種什麼戰鬥籃的 去幫他 站台 然後增加他的仇恨值 然後現在他們其實外圍的這些 上次去佔了 張善政獎萬安 這些人自己都搞不定了 仇恨值都很高 誰小心仇恨值更高 然後從全部都交去基隆 其實我 良心的建議 你要做的就是 你找在地的團體出來支持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 在地的團體 願意站出來支持謝國良 如果他真的做的這麼好 其實你就是叫在地的民眾說 我們市長真的做得很好啊 你看那個公車 那個拋錨都沒有問題 那我其實搭得很開心 你找到這樣的人出來 替你背書嘛 這整件事情 在過程當中 我直接問一下 白銀的巴西立委 那剛才講說 他們不是沒用的巴西 我不管大家的各自解讀怎麼樣 但是在基隆這一次 白銀 當初投給柯文哲的人 白銀這些人 會不會在這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 甚或 最近白銀的一些人 像邁一生委員 對 他從 剛講到本來在那個 新住民的基本法裡面提的 有人 當然綠營一直說 你是不是要偷渡那個 所謂的陸配 要從六年變四年類 但是後來沒有擺進去 可是最近 你看最近幾天 邁一生委員的很多 包括從論文什麼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 大家在討論 這其實 這個要從很多層面 不只是外在的批判 內部也有 我有聽到一些聲音 你想 各黨團到了休會 不就放假 出國的出國 大家回選區的回選區 他們 開了一個記者會 成果報告 這也無可厚非 但是要特別出來強調 我們有用 然後還要特別開記者會 說明我們哪邊有用 這個其實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 黃國昌過去 在史萊利亞也是這樣搞的 但是就是 因為別人都說你沒用 所以你只要趕快做一個 撤子 開個記者會來說明 這個就是 有點欲蓋彌彰 實質上大家都知道 你展現的作用是什麼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 省到最後面就是 我們從這邊聯繞賣的 新出民基本法這個 國民黨版本 國民黨不要 邁一生把它抄過來 抄過來又沒有抄乾淨 邁一生提上去的 國民黨要去用民進黨的版本 改幾個字 最後民進黨和國民黨一起投 這個國民黨改民進黨的版本 請問民眾黨呢 在車子外面 所以 這就是 最莫名其妙的一個發展狀況 一般民眾說 什麼投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說 沒有那不是國民黨 民進黨的版本 國民黨改幾個字 那邁一生的版本 邁一生抄的是更古早的 國民黨版本 這一切的操作就會讓人家覺得 邁一生的問題 他其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他可能大概也沒什麼判斷能力 他就是作為民眾黨的一個象徵 被說 他這個是代表新住民 那當他被打的時候 在回覆他的時候有一點 不能講口不責言 但是就是舉例私當 說他是新住民之母 我就聽到國民黨的委員 就很不爽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領域長 那個更早的就 就已經是代表新住民的 再怎麼說順心長輩晚輩 也不是你 你不是說新住民提的 就可以叫新住民之母 好 那當然 到了現在 大家去檢視他的背景 現在有在打他的論文了 本來是要打抄襲的 但後來有人發現他論文 滿有意思的 是個人自傳 比較不像論文 就是描述了很多內景 那大家發現 其實他也不是 歪百趴的那種 一所想像的月配 月籍的外配這樣子 他的父母可能是來自於中國的 所以 接下來就會有很多詮釋嘛 那接下來有人講說 像比如說 鍾小平這時候 硬要加戲說什麼 他跟統促黨比較熟啊 就是這種外來的加戲 他就會讓這一個賣一針 原來民眾黨想像的形象 沒有了 糊掉了 好 那當然民眾黨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都包括在基隆 其實發起霸梁拆梁行動的 有小草啊 那當然基隆是現在 謝國梁前幾天身邊站的 也都是民眾黨 而且那個邱維修不是已經直接講了 他們要問民進黨 就是你們到底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去霸謝國梁 那個態度感覺上 就是要站在謝國梁的旁邊 對嘛就是要挺的嘛 對因為他們長期 副市長也是民眾黨的嘛 那當然啦 這一個 其實扮演角度 就像今天姚文科的很多畫面旁邊也是民眾黨的人 民眾黨的議員 所以 像這類型的畫面 其實就會讓人家去思考說 第一 你原來民眾黨想要走的第三勢力的那個中間形象 跑到哪裡去了 那如果你單純就是過作為國民黨旁邊的一個小黨的話 你就沒有什麼戰術的自由性 那我所聽到的下一個是 民眾黨內的地方人 是有人想要去檢討這一點 可是沒有機會 因為立院太紅了 那你也不可能直接去罵黃國昌 所以會不會把炮火集中在像麥玉珍陳昭芝 這一些邊邊的人認為他們 你沒有發揮作用 我覺得是接下來 就是他們今天辦完黨議之後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楊明 第一個 你自己預判 基隆這一帳 未來會怎麼發展 第二個 我們說槍聲音響 黃金萬兩 不管啦 就像拜登 拜登 好 等一下我講到拜登又面臨到BTV 這是連裴若西都出手 可是拜登就跟你講 他的銀行戶頭裡面 包括政治獻金 包括金主的 有好幾億美金在那個地方 意思說你們誰能夠比得過我 OK 那我比較訝異的是 這次總統大選 然後今天不是公佈那時候的 包括政治獻金啊 三組啊 國民黨為什麼政治獻金 收入也最少 結餘是不是也最少 因為那個收入跟 你說好民進黨 民進黨這一組最多 連白銀 柯文哲這一組 都有三億多吧 國民黨只有兩億多 的政治獻金啊 怎麼會這樣 當然基隆的部分我覺得 現在還有點 現在做結論還有點早 為什麼 因為這段期間 因為查對齊 我覺得如果基隆 繼續這種所謂的仇恨之累積 確實對謝國良會不利 但是因為整個基本盤 在綠營在基隆的動員能量 要超過那個門檻 還是有一定的局限 所以關鍵在於中間選民 跟這種所謂第三勢力 那這一塊 如果謝國良很 就是比如說像最近公車的事情 這些市政的議題 千萬不能再失分了 我覺得謝市長要謹慎以對 那當然剛才既然講到錢 就傷感情了 哇這個 你看到這個有沒有覺得訝異 為什麼國民黨的政治獻金 會這麼少 其實不訝異 第一個是說我們的政治獻金法 叫做形式上的政治獻金 什麼叫形式上 就是說可以申報合法的 才要公佈 那個under table的 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如果鄭文善那五百萬 你覺得他會申報政治獻金嗎 當然他還回去了 我是說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財產也不會申報 政治獻金也不會申報 像這種所謂的潛規則 是不在我們政治獻金法的 這個邏輯裡面 好那不管怎麼樣 國民黨是很慘 為什麼慘喔 收入兩億零 這個多一點點 就兩億零頭而已啊 兩億零一百五十八萬 支出不到兩億 一億九千多萬 那我們就比上一次 上一次韓國瑜收入多少 政治獻金 四點五億啊 等於說國民黨這次是腰窄 支出也腰窄 上一次是四億二 四點二六億多支出 那可是你看他們打選戰 看起來像是沒有花那麼多錢嗎 對啊 大家腦中可能有很多問題 但是因為這是政治獻金的部分 他們也許可以用自己的黨的資產去支出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是政治獻金的部分 好那民眾黨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哇 柯文哲你很會募款也很會省 民眾黨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哇 柯文哲你很會募款也很會省 你募了四億多億 不好意思 四億六百多萬 但是呢 只花了三億四千多萬 所以結餘還有六千多萬 當然這之間的結餘要用在 都有相關規定的 然後呢 賴蕭沛沛 其實他的收入支出大概都五億上下 那上一次 蔡總統跟賴清德的搭配呢 2020年 這個收入是5.6億 那支出是5.8億 其實上次是透支 但這一次至少三組都是結餘 都沒有人透支 就是說政治獻金的部分 那可是我們就來講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的總統競選經費的上限是4.2億 那那那那裡頭沒有 不是有超過 我們講說 那民進黨花了五億多 超過上限會怎麼樣呢 不會怎麼樣 沒有罰則 沒有 這個就是叫做 宣示規定 宣示規定 原來是這個規定 不過國民黨也因為 其實你看到這個他的現金流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 確實碰到了一些財務的狀況 因為光你自己剛講出來 如果拿2020跟這一次比 對 你不要講說有沒有檯面檯面下 OK 光拿2020跟這一次比 那個數字的收入基本上 太不好看了吧 有一個沒講而已 因為整個選舉 2020是早就底定了 所以寒那個時候很熱 那這一次是藍白河 白蘭河 藍白河 一直拋到最後村 差不多兩個月 所以頭前 所以會影響到政治獻金 真的喔 那你們早知道就不要跟人家談那麼久了 所以 真的 真的 數後你就知道 數後你就知道 這就是疼 好傷喔 疼到 OK 原來這個會 會這麼傷這些 你們兩個在那裡 要 你要跟他 他要跟他 三千人要跟你 OK 原來大選 有這麼多的這些 可是剛剛既然講到前的這一段 說實話 川普是不是可以不要隨便講話 因為他真的打個噴嚏 大概全球震動 小雨 這兩天的台股 真的 你告訴我這兩天的台股 這像話嗎 這兩天的台股 而且他直接講說什麼 好啦 我們搶了他的什麼 什麼晶片產業這些 然後還有我們付保護費 難怪會變這樣子 投資人不開心 最近這個川普講了一句話 他就覺得說 因為這個台灣的台積電 就搶了這個美國晶片的生意 所以他認為說 台灣本來就要付保護費 這句話出來不得了了 台股這兩天 就崩了648點 648點 那台積電的這兩天 各跌25塊錢 所以呢這兩天 一共跌了50塊錢 今天尾盤收在一千零 台積電今天一開盤 今天開盤 我硬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開盤好像就跌50左右 他是跌50塊 後來才拉回來 那當然後來是收盤以後 包括那位職家講說 那個財務 對 營收成長 對 營收成長 會到20到26 可是光今天你看那個 從開盤大家都嚇死了 真的 照理說因為台積電 今天要開法說會的話 照理說應該是會有正面的效應 而且他又講了 我們的營收很好耶 這樣會收在24到26% 他第一次講出這種 比較這個 兼具小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看 所以那個 有專家就會講說 台積電的一個弱點 不是在他自己的這個技術本身 是在於政治 包括這個可能 中國跟美國打個噴嚏 台積電就會巨浮的震盪 好的 回過頭來 那就是大家會講說 那你川普要收保護費 這件事情 那現在當然有不同的解讀 包括像王定宇 他就會認為說 他的意思不是說要收保護費 因為他說 pay for defense 他認為說這個話 應該說台灣要自我保護 包括今天這個歐布萊恩 他的這個前顧問 也有出來還家 他的就幫川普演義說 對對對啦 他的意思不是說要收保護費 是台灣你必須也要自我保護 可是他講到這就好了 偏偏他就說 你要自我保護台灣的國防預算 對 2.5到5% 對他說要5% GDP要到5% 對我們現在2.5% 他要到5% 一倍 就馬上就有這個 一個智庫專家就說 他說這個民主國家都做不到 如果你要到GDP的這個5%的話 可能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可能兩塊 就有其中有一塊 就要變成國防預算 他說這個沒有民主國家 是做得到的 好那即便如此 那現在大家還是覺得說 收保護費 可是收保護費台灣人就不收 為什麼 你憑什麼收保護費 那你怎麼不說台灣 也要跟美國收保護費 我們幫他守住第一島鏈 如果沒有台灣幫你守住 第一島鏈的話 那個珍珠港啊 你的關島啊 可能就被中國長距離 你講的話跟柯文哲一樣 真的啊 對柯文哲也是這樣講 糟了那我趕快改一個說 柯文哲就是說 應該是美國付我們保護費 對啊 原來你跟他 不一樣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主張 那另外還有說晶片的部分 晶片部分 那這個我覺得川普 雖然是生意人 可是這句話也有先不符 對啊 你晶片現在是made in台灣 我記得當時黃仁勳 在台灣的時候 他不是也有講說 這個有些這個廠商 跟他講說台灣的晶片 太便宜了對不對 那你想到如果說晶片 移到美國去做的話 現在晶片不會是這種價格 所以怎樣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人 應該要跟川普講說 是你要我們要 你要收 我們要跟你要保護費 好不好 那最後啊 就是說如果你要收保護費的話 我認為要對等 就是今天我們要買 所有精良的武器 你都要賣給我們啊 包括F-35 ABC啊 我們要買你就應該要賣啊 神盾擊戰艦 然後逆中飛彈 智慧行水雷 死神無人機 我們是不是該買什麼 就我們有錢啊 對不對 那你還在那邊 老是賣一些這個比較 過時的武器給我們 所以我會覺得說川普你太狂妄 也要聽一下大家的心聲 對不對 你們現在聽到他這句話說 我們要自立自強 那怎麼自立自強 很難啊 我說的那 台灣是真沒力 我們坦白說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這是一個明文的共同體 從一九四九年到今天75年來 過去一九四九年 老總統把國民黨帶來台平金馬順 我們還有海軍的優勢 我們有空軍的優勢 那麼因為我們的系統大概就是 說八個 我們就是吃米國白的治療大 所以你說一個武器的系統 你要換 那是很累的 而且還要新聞很重 台灣每次吃八百的 吃八百的你不一定會這樣 你五年份吃這次吃八百的 反省老闆 一九九年我們就改了 一九九年我們一次吃法國白的 你就記得 法國白的泛牆兩千 我們進來的時候 也必須 因為這樣所以必須 這個美國老部署 怎麼賣我們F16 這樣進來之後 那泛牆到現在是差不多四隻台車 三隻 三隻 台車兩隻 搭來搭去都你們今天在搭 好 我們今天把美國 我們沒有美國我們是真的很慘 但是所以說 林德林要有地匯去看龍華 今天最好 特朗普你說要交保護匯 大家來講 台北上說八個 我是志祺 看是一天要叫你六百億 叫你一千億 完全變武器出來 怎麼這樣 買武器都透明 對 我們買一隻飛機六十億 我們買一隻二十三億 我們買六十億 錢什麼拿去 沒人知道 所以整個大家 太平衡 我就交給美國 一千億就一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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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億 你不可以把我用F16 AV跟CD的 那沒效 我告訴你 美國也很清楚 我們聽說 大陸現在飛機 飛機軍這麼多 大堂這麼順 我們台灣所有的基準 拋桌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 瞬間 拋桌下了 我們F16 ABCD FG 都不會分一 剛才 F3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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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隨時 擁有那個戰鬥 空中的優勢還有 如果沒有 他不會說 我們現在空友 已經漸漸熟了 所以說 台灣這麼困難 國鋒 林俄郎做總統 都要去面對 都要去升級 你美國要跟我們玩笑 你剛才在說 應該我們 美國要拿錢 叫我們的保護 那不是保護 也叫港豬 你補啊 美國要拿錢 叫我們保護 那不是保護 那叫港豬 你要扶啊 扶我們港豬 我一直給你雲貓 顧七十五年 第一年 是不是就是這樣來 我告訴他 現在你不知道 保留 他們台風多好 我的朋友在說 美國的朋友 派去那裡 只有戳水 補貼你租住 有就對了 一個月四千塊美金 十二萬 十二萬代表 薪水反薪水 你看 我們請兵 木兵 三萬幾 代表 你買到請賀兵 所以台灣的國防對無兵 我一直 其實想知道 馬總統他們在用無兵的時候 帥化民 我在中小學的時候就說 這三四萬請來兵是怎樣 你要嫁成去拚命 一個月你說五六萬請他沒拗命 五六萬他要把你簽四檔 四檔在那裡拿你賣名 給他沒效果 自由 年輕人 二十歲 去做兩天 八檔回來 二十八歲 他都可以欠差不多三百五十萬 幾四八萬 他出來還可以創業 所以他的感染 為台灣奉獻這八年 這個優勝經費 你不要給他開碼 他買這兩千元 買那千八億 把兵分給精靈 政經很殘忍 不是像在打遊戲 game over 又start又頂來 不是game over就更去台了 所以大家要面對 你如果說團結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有時候這類的問題 都可以大家公開透露 明正美國跟我們說 你怎麼回答不了呢 川普是很有可能條呢 這條銷要怎麼算 我這次用這樣 大家算冰銷 OK 來 阿妙 第一個 我們該怎麼樣去回應 像這樣的一些 因為其實很多台灣人 你還記得在2020內障的時候 很多人對川普 是有很大的 是懷著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能當選那一塊 但他最近講的這些話 真的對於台美關係 會產生一些影響嗎 另外 剛講到川普講這些話 那拜登呢 當裴若西直接出手講說 你不會贏 你贏不了川普 拜登真的會被換掉嗎 這個先講川普 川普他這一段談話 被台美翻作保護費的 台灣原文 他說要Pay for defense Pay for defense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為自己的國防支付支出 那你說哪個國家不是這樣 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他在他的談話裡面 他有提到 他覺得台灣的國防預算 只有2.5% 太低 所以要提高 他不是說叫台灣 繳錢給美國 他完全沒有講這個話 意思是說 如果說按照全世界各國 因為 以這個北約 以NATO的標準來講 是2% 台灣現在過去一直低於2% 現在到 對 蔡總統的時間到2.5% 那川普意思是說 是不是還可以再提的更高 可能往3%這個賣進 不是說繳錢給美國 我覺得翻成保護費 對人家人家以為是這種流氓在娛樂鄉民 所以你要繳錢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聽得很不爽 對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要看他原文 因為人家原文是講英文 OK 第二個 其實川普講這個話 完全不意外 因為他在他之前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就經常講這句話 只是不是對台灣講 他對歐洲講 他對北約講 就是 pay for defense 是川普他的一個 他在上一個總統任期的關鍵局 因為他一直認為說 歐洲的國防 依賴美國太多 他認為歐洲應該要自己出更多的錢去面對俄羅斯 川普現在只是把一模一樣的話移到對台灣來講 所以這對於長期研究川普來講這不意外 那我們台灣要關注什麼 我們台灣要關注的是說 他身邊有幾個幕僚 其實長期以來也是跟他一樣這個論調 而且同時呢 他有一些幕僚會覺得說 台灣跟美國地理位置很遠 所以美國呢 如果要協防台灣 要付出比較高的成本 這些種種 我們台灣該做的應該是說 要多去跟川普這些幕僚做接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講到拜登 其實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民調 這個是最新7月9號到7月12號的一個民調 你可以看得出來在一些搖擺州裡面 拜登跟川普互有領先 為什麼要看這個 因為之前總統辯論會之後 很多人都說拜登完了 但實際上從搖擺州民調看起來 這場比賽還在繼續 現在去預料說誰會贏 其實有點早 因為11月才投票 另外這個是這個ABC頻道做的這個民調 你也可以發現從4月到現在 從4月到現在 川普跟拜登之間的民調 並沒有非常大的拉開 那另外有人在講說 這個槍擊案 是不是讓這個川普已經直接鎖定勝選 但是我們這幾天去看這個美國的一個很多政治學界的人會參考的民調網站叫做538網站 他是一個過去曾經多次成功預測沒選結果的網站 還有他的創辦人 他自己又在創立一個網站 你看得出來說美國大選 尤其是搖擺州民調都是在焦灼中 而且辯論或者是槍擊案並沒有造成意向的改變 他造成的是表態率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來講台灣絕對不能提前押保 因為你還不知道誰會贏 所以現在的狀況 當然我認為其實從國安跟外交的角度來講 賴清德總統並沒有必要直接去回應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言論 因為都還沒有投票 不知道誰當選 你去回應到時候又被人家解釋說 台灣怎麼介入美國的選舉 這些反而都是負面的 現在其實我們就是持續關注發展 而且均衡跟兩黨交往 這是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事 在未來的選戰裡頭 因為本來都以為第一個 辯論完以後選舉結束了 槍擊案以後選舉結束了 但你就會看到民調以後會發現 原來美國人不像我們大家想像的這麼容易 因為這個樣子而去偏到哪一邊的這些情形 但是當裴若西真的出來講話以後 那對民眾黨的陣營是不是真的會有一些的影響 OK 那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美國大選對國內來講影響 對我們未來的軍費的支出 是不是真的會有影響 那對國人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 立法院沒錯 還是我們政治上的一些的中心 就算立法院修會了 立法院修會 然後包括大家把目標看到其他的一些 最近在辦的一些的案子 這些案子對於各政黨或政治人物之間 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